注意!大家要注意 這個圖在這裡壓縮壓縮壓縮 累積的能量很大了 一旦它走出去 走出去之後高雄放假 台南放假 屏東放假 接下來往上走的時候 明天北部會不會放假呢? 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這個走勢是往上走 沒有放假的話 就趕快回到股市做多就對了 短短兩天多的時間就跌了 以夜盤來講大概一千三百多點 短時間跌這麼多又不是特別的趨勢 所以它很容易擠彈 尾盤呢 自由人認為說 明天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要看台積電 明天禮拜三要結算 因為今天的成交量只有兩千七百九十億 如果補量在台積電或是鴻海 最好是先拉鴻海尾盤再拉台積電 這個是最好的 明天禮拜三的周結算 就很可能由空單翻成多單 長線的規劃一定是這樣子 多空多空的不斷的循環 這裡城市單它已經翻了空單 在這裡 明天呢會不會翻多單? 不知道 完全都要看鴻海跟台積電 尤其是台積電 那我們要記得428這個數字 還有450這個數字 剛好兩個重疊在一起 如果明天價格站穩428450的話 然後又是紅K 自由人一定會用力的做多 而且還會買Core 大跌的末端出現美國大跌或是夜盤大跌 隔天就是今天開超低盤 勇敢的做多手停損 這個勝率很高 80%當然你也會錯 但是80%的勝率你為什麼不做 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是有高有低 交易有賺有賠 賠錢是正常 賺錢也是正常 要控制你的賠的金額 盡量做到零大賠 賺到一定要大賺 明天估計應該會開盤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拜拜